预言上耶路撒冷的事 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一节 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 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 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 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 吐唾沫在他脸上 并要鞭打他、杀害他 第三日他将要复活 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 意思乃是隐藏的 他们并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 前面说过主耶稣告诉人 要撇下一切来跟踪他 他还说这若是为了神国的缘故 再世要获得百倍 来世要获得永生的 但是说真的 要我们撇下房屋、弟兄、父母、儿女去跟踪主 那岂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 主啊,这会不会太难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看说这话的人 他自己要舍下的是什么 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领袖 要别人牺牲奋斗 要人人为了理想、结义缩食 在艰苦的环境下努力建设工作的 他自己的儿女却送到英国、美国去读书 读完了书就叫他们留在那里 拿绿卡不要回来 这是世上的领袖 但是主耶稣并不是这样子的 他叫听他话的人舍下一切身家来跟踪他 那我们来看看他自己所要舍下的又是什么呢 如果他说上耶路撒冷的之后 是出于意外的被人家抓住了 那么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只不过是不幸的悲剧 不是他自己愿意舍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经文是 主耶稣基督对门徒多次提醒前面所要发生的事情 这只是其中的一次而已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他是明明白白已经知道前面所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但是呢 他并没有害怕 也没有畏惧 相反的 他还带领着跟随他的门徒们 以他一起前去耶路撒冷 好见证所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要知道那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并不是一些容易担当的事情 相反的 那些事是没有任何人愿意承受的 他要蒙受羞辱 受辱骂 受人唾弃 还要被鞭打 被杀害 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如果是这样 那他为什么还要去耶路撒冷呢 这就是经文中所说的 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 意思乃是隐藏的 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 那么主为何明知在前面所等待他的 就是死亡 那他还要上耶路撒冷去呢 那是因为他对人的爱 他的死就是要做万人的赎价 如果他不死的话 我们的罪就不能得赦 那我们就要死在罪中了 但是如果只是这样子 那我们怎么样又知道 我们的罪是被赎的呢 我们怎能知道 神是否已经悦纳了这个赎罪计 如果我们杀了一只羊 一只牛要赎自己很重的罪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 神已经悦纳了我们的赎罪计呢 已经足够了呢 我们不能 因为那牛羊死了就死了 我们也无从知道自己的罪 是否是被赎了没有 但是我们的主也告诉我们 在第三日他要复活 这种预言其实可以随便说的 其实什么人都可以说的呢 因为他们说的也做不到 只有主这样说了 后来也做到了 这样是表示什么呢 这样是表示主将要彻底得胜 包括得胜死亡 得胜黑暗的权势 这也是告诉我们 主所为我们摆上了赎罪计 神已经怨纳了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如果你去买一个东西 却不知道售价多少钱 那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掏出了足够的钱 足够这个售价呢 答案是 如果对方已经开始找钱了 那么我们所付的代价就是足够了 那么当主为了我们的罪 付上自己的生命做代价 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所付上的赎价已经足够了 因为神在收了祭物之后 又已经让基督复活了 这就是我们的罪价 已经被赎的证据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